Hello 大家好 我是David Chen 我是斯坦福IT的数据分析课程的设计者 也是竹江老师 那么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数据分析师系列谈 我们之前已经对于数据分析行业的各个技术技能 包括一些工具 还有一些管理的模式 我们都跟大家做了一一的讨论 那么今天非常欢迎大家 我们来聊一聊数据分析 经常用到的分析和可视化的一个工具 就是Tableau 那么在介绍之前 开始今天谈话之前 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 还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如果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好 硕士博士也好 或者是想转行做数据分析领域的工作 比方说做数据分析师 或者是BI developer 或者是数据工程师 甚至是Data Scientist 那么通常你都要经过这样的学习和求职的一个经历 第一部分肯定就是相关的一些课程 那么这个课程就包括技术技能 当然通过课程的学习也会积累大家一定的 关于这个行业的一些商业的一些方面的知识 比方说你可能有银行方面的 可能有通讯方面的 对不对 有一些domain的knowledge 那么另外实际上很多同学最大的一个弱势 实际上就是缺乏一些真正的一些工作经验 那么我们斯坦福给大家提供一个真实的企业级的端到端的 这么样的一个项目 所谓的端到端 那就是说从最开始的业务需求开始 我们进行业务需求的分析 整理 然后我们对数据的准备架构 包括一些ETL precise的一些创建 到整合数据 处理数据 那么当然最终要做数据的可视化和分析 那么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贯穿一些这个数据的流动 业务的流动 以及管理的一些流动 比方说我们这个项目会采用这种敏捷开发的模式 在整个的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会通过两个Springs 那么帮助大家来完成相关的这个业务 来进行一些项目的这个交付 那么同时也会锻炼大家和同事之间的沟通 包括这个Presentation等等这样的一些技能 那么当我们把相关的课程和这个项目准备好了以后 那也就是说你具备了一定的技术技能 同时你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充分的准备简历和面试 一直到最后拿到这个offer 那如果你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斯坦福这个数据分析师 这个课程的话 那我们主要的 我们这块就要主要学习一些像这个Database和Advanced SQL 包括微软的一些BI的一些工具 那么当然包括这个我们今天要谈到的这个分析和可视化的这个工具 那么我们也会学习这个Power BI 我们上一次课已经提到上一这个这个谈的话题 这个我们已经谈到了Power BI 那么我们还有这个SaaS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团队呢 它的数据环境 它的数据架构都是多重的 或者是多个环境的 那我们尽量的让大家这个全面的掌握跟数据分析相关的这些技术技能 那么当然我们刚才重点介绍的是我们这个项目 那么当然所有这些学法类以后 那么我们会这个一对一的帮助大家来制定这个面这个简历 准备这个面试一直到求职的成功 那么后续我们也会这个继续帮助大家在职场上 如果有一些问题 我们也可以这个支持大家 那么所以呢 我们大家在选择要学习或者是求职 找这种培训机构的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不妨有这么几点考虑 第一呢就是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找一线的优秀老师 那么因为一线的老师 他是长年工作在一线 那么他会有最新的一些 我们说行业的知识也好 经验也好 一些技术的这个走向也好 包括一些最新的工具也好 那么你要看这个课程是否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培训体系 那么当然那么包含就是说我们对于求职和简历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那当然最看重的还是说学完了以后 能否成功的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这是最重要的 好了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的内容 我们今天呢要谈一谈Tableau 实际上我们上一讲呢 跟大家聊了聊Power BI 那么从这个工具啊 这个角度来讲 Power BI和Tableau都是非常相近的 我们说是分析啊 和这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工具 所以我们一会儿来逐一的来看一下 那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谈一谈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Tableau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用Tableau 换另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为什么Tableau在现在的这个公司当中用的这么广泛 那么在求职当中 它是一个这个要求的技能之一 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在工作当中 你在哪儿 以及怎么样来使用Tableau 最后呢我也给大家介绍 我们用这个Tableau 当然是在我们的通讯项目实践当中 我们完成的两个用Tableau做的一些这个Deskboard 好的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Tableau 实际上呢 Tableau它就是一个业务这个商业智能的这个软件 我们说Business Intelligence Software 那么通过这个Tableau可以帮助我们来观看 和理解我们的这个数据 所以再具体一点 那实际上Tableau就可以帮助公司 帮助我们团队 来转换我们的数据 把它转换成可以行动的这些洞察 我们说这个Insight 那么Tableau具体的可以实现 这个无限的可视化的这种分析 另外呢它可以帮我们来创建Deskboard 以及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某些这个特殊的情况下 能够快速的帮我们来这个执行AdHoc 这种这个分析 那么当然它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说AdHoc实际上就是临时的 或者是即时的 这样的紧急的 这样的一些任务 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Tableau 它可以这个把你做的这些Deskboard 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分享给你需要分享的这些这个观众 我们说是你的Team也好 或者我们把它叫Stateholder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User也好 那么所以呢 这个Tableau从目前这个市场来看 无论是大到企业级的这种这个公司 以及到一些小一点的一些创业的这样的公司 人们都会用这个Tableau来帮助这个团队来观察 所理解他们的数据 那么Tableau实际上 它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构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 Tableau呢实际上我们最常用到的 也就是大家平常经常用到的就是这个Tableau Desktop 那你用它可以创建各种各样的报表也好 Deskboard也好 那么我们通常在一个企业级或者在一个团队 这个Tableau它都有一个Tableau Server 那么也就是我们通过Tableau Desktop 创建完这个报表以后 我们要把它deploy到Tableau Server 那么当然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 那么Tableau也有online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Tableau Server 从on-premise就是本地的这种Server 我们可以把它migrigate到 就是说迁移到云端 比方说现在我的团队 我们就在把我们过去的 这个on-prem的这个Tableau Server 现在把它migrate到这个GCP 就是这个Google Cloud这个platform 所以这都是可以做到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使用Tableau 或者为什么Tableau这么重要 为什么Tableau在我们求职过程当中 是我们必备的一个技能 这个和我们上一次谈的Power BI非常相似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图 实际上它就是非常著名的公司叫Gartner 它在2022年发表的 那么分析和商业智能的平台 最top的这些产品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上次也已经提到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四项线图 那么它重坐标就是执行能力 就表示说你这个产品在市场上运行的怎么样 多少家公司在用 这个人们是否喜欢对吧 那么横坐标就是你的这个前瞻性的完整性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产品 是否在未来若干年之后还仍具竞争力 对不对 那不是说我今天用了以后 哇明年它就淘汰掉 对吧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四项线图 大家看到最右上边的就这个Leader 当然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既具有前瞻性 又具有市场的这个执行能力 也就占市场的份额 或者说各个公司使用的这个比较多 那我们上一次课已经介绍了这个Microsoft 包括我们这个这个MS 这个BI这个三件课 就是那个SSIS RS AS等等 那么也包括我们上一次谈到的这个Power BI 那大家看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这个TEDL 当然已经现在被这个C4购买 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顺便我提一嘴 比方说我们公司还在用这个 除了这个Power BI 这个Tableau 还有这个Microsoft的这个像SS RS AS 我们都在用 那么呢 我们也在用这个Domo 那么现在呢 因为我们很多的数据 已经迁移到云端 我们用的是GCP 是Google的产品 所以在Google里头 还有一个叫Looker 我们也在用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个 这个或者是学习Tableau 另外 从我之前的课程来看 大家看这一页 实际上就是我们目前 数据分析 这个行业 或者是作为数据分析师 你在求职的时候 你要掌握的技能 有很多 那我们这一页大概 罗列的主要的 目前在市场上 要使用的这些工具 那么其中就有Tableau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通常在你工作当中 如果你作为一个数据分析师 或者是BI developer 或者是Data engineer 那你在哪一块 会怎么样来使用Tableau 那熟悉我课程的这个同学 大家都知道 那我这个左边的这个图 实际上是截取 我们这整个企业级的数据架构 那也就是左边 我已经把它截掉了 那么左边从最原始的 这个产生数据的数据源 到中间的 我们说这个 这个数据的迁移到Data Warehouse 包括Data Lake 包括云端 那么一直到这一块 就是各个团队 可能要有自己的Data Mart 或自己的Data Base 那么这一块 基本上从数据流的角度来讲 它已经是数据的中下游 那么也就是数据的这个前端了 那么前端这块 那我们作为数据分析师 很多的情况下 我刚才说很多的情况下 我们是工作在这样的一个数据环境 因为你像这个Data Warehouse 都是由专门的企业级的这个IT部门 来进行这个设计 然后实施 这个维护 对不对 那我们作为设计这个数据分析师 我们一直强调 实际上我们是工作在业务部门 但是我们干着很多IT方面的工作 所以为了更好的解释 就是在哪 我们怎么样要使用Table 那大家请先看我这个右下角 我提出了几个概念 一个就是BR 就是Business Requirements 还有一个就是DM 叫Data Manipulation 然后还有就是DV 就是Data Visualization 就是数据的可视化 所以你作为数据分析师 你可能 如果你这个招聘的这个职位 或者你这个岗位 然后可能是一个Tableau Developer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只需要做这个数据的可视化的工作 那么当然 你要基于这个业务需求 就是Business Requirements 那么这个业务需求 可能是由你团队的Business Analyst 来帮你这个沟通完成 那么你因为是这个角色 就是Table Developer 那你干脆就做这个报表也好 报表就好了 对不对 那么这是一类工作 那么还有一类呢 就是说你专门来帮助 这个其他的这个User 来准备数据 当然是基于这个Business Requirements 那么准备好数据 你看你是在这个Data Mart这一块 怎么样进行这个整合 这个预处理 然后Join等等这些东西 对不对 把它存放到Data Mart 那可能你的Business Analyst 或者是其他的DA 然后或者是你的 甚至是你的这个Stateholder 他们来用你准备好的这个数据 通过Tableo来进行 或者其他的这个可视化工具进行报表 那么我们数据分析师最常做的 实际上是后面 就是现在和我一会儿要提到 一个就是DM加上DV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业务需求是由我们的Business Analyst 来完成 那作为我们数据分析师 我们要准备我们的数据 当然这个准备可能简单 也可能复杂 简单 可能我们这个数据由其他的人 这个我们说人员已经准备好了 就在比方说Microsoft ThinkServant 或者是在Oracle 那你可能需要Tableo 把它抓取过来 然后你做适当的一些调整 那么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你就进行数据的这个可视化 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更多的团队 比方说像我们的团队 我们既要参与到这个准备 我们说收集获取 这个包括沟通 这个Business Requirements这一块 同时我们也要准备数据 然后我们也要做数据的可视化 所以我说 这个一般的团队来讲 如果你作为一个Date Analyst 你更多的工作 可能就是我红色标出来的 一个是DM加DV 一个就是BR加DM加DV 所以是这样 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 那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工作当中 比方说如果我们 以我们这个项目为例 我们通讯项目为例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最左边的这个559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call center的一个 这个application 那么它获取call center的 这个我们说customer 打给call center 这个电话的所有的信息 然后通过你团 你这个公司的这个IT部门 会把这个我们说 这个source data 就是5.9里的这些数据 把它整合到你的deliverhouse 那你的deliverhouse 可能存在Microsoft SQL Server当中 也可能存在Oracle当中 也可能是Terra data blahblah等等等等 那么有些团队 这是我们项目的 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 那有些团队这个SQL Server 比方说是deliverhouse 那并不是所有的团队 都可以有access到这个SQL Server 那么这样的话 比方说我们自己这个团队 是用一个SaaS Server SaaS环境 那我们可以通过SaaS 来从SQL Server当中 抓取数据 那么这个准备数据 准备好了以后 那我们最后用这个table 把它进行可视化 呈现出来 所以这基本上 是在工作当中 在哪儿以及怎么样来使用table 那么最后呢 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通讯项目当中 那么也是对大家 对于学习完table的一个 这个深层次的 一个真实的一个实践 那就是我们会做很多的deskbar 那其中这两个deskbar 我给大家这个作为一个举例 一个呢就是这个 exactive deskbar of call center performance 你可以看会有很多的 我们说这个kpi 比方说open tickets processing tickets first result等等 像这个first result 都是kpi 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再会跟大家详细的 介绍这些kpi 那这些知识 对于你在求职和面试的时候 至关重要 你要讲好一个故事 讲好你的这个技能和经验 那么通常这个技能和经验 都是基于一个项目 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deskbar的话 实际上就是customer service 我们又以另外的一种方式 或者另外的一些kpi 这个来呈现出来 这样的一个这个deskbar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 关于这个table的话题 那么也感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呢 跟大家再来谈一谈 SARS是怎么一回事 好的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再见